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为什么老盯着这个Jacques Louis David来讲这个大卫 好像这个人已经过了很久 我总是有几个道理 第一个道理就是我的确是非常喜欢他的画 因为他的画那种宏大 我昨天在讲千里江山图也是 我个人来说对这种比较宏大的主题 我是比较喜欢的 特别是这种壮观的主题 那么他在以前就是在法国大革命 1789年以前 他基本上都是一个给法国的画院画画的 也就是说他在法兰西画院里面 当时的法兰西画院 叫做法兰西绘画语雕塑院 那个地点不在现在赛纳河的左岸边上 而在什么地方呢 是在罗夫宫里面 也就是说这个路易十四 让这些画家在罗夫宫里面来搞创作 那么他在里面有很好的条件 因为里面可以看见很多人的画 他在这里受到了很多人像卢本斯 或者是受到了这个韦拉斯贵姿 这些人的绘画他影响很大 也看到了卡拉瓦桥像这样的画 所以他接触了很多的东西 更不用说法国的这个 这个巴洛克时期的作品 他见了很多 所以自己的那个新国内主义的传统 是有所成熟 这个我们就不讲了 就是他的成长过程 但是呢我们 其实我很有感触 就是一个人在革命当中 他发生的变化 我自己也经历过 经历过这么一个阶段 就是在这个六十年代 我们有一个非常轰轰烈烈的 这么一个阶段 其实应该是五十年代 在反右运动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有过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有很多画家出来 开始画自己同事的漫画像 或者是画些这样的东西 画风特别的不同 虽然技法很好 但是突然间一变 那么到了一九六六年以后 那个有很多画家 当然是不能画画了 可能关起来了 或者是这个被批判了 学术权威 但是也有些画家 他有机会画 特别是年轻的画家 这样就出现了很多 画风呢 就截然一变 像我们说的这个 南方的这些很重要的画家 我们有很多画家 在这个当中 他的风格为之一变 变得非常的不一样 像这个陈彦霖 吴启忠 林勇 汤晓明 这些画家的他的作风都不同 有些画家呢 也是在这个时期冒出来的 像这个汤墨海的哥哥 汤墨黎啊 等等这些人 那么这个在革命当中 大家都要站队 这个站队的过程里面 大家就要 要画出一种风格 那么 达维德这个人呢 他是旧王朝的代表 因为他跟路易十四画画 路易十六画画 那么现在革命来了 革命风暴席卷一切在法国 那这个时候你必须要要站队 或者你是作为保护党 你就就跟着下去了 也就没你的事 那么他不是的 他的这个 呃 站到了革命的立场 这个就是一个变化 法国的几次革命都有这种 非常好的画家去站队 啊 我们知道这个 很重要的法国的写思主义画家 也就是比这个达维德要晚五十年的 这个库尔贝啊 库尔贝呢 也是站队 后来变成了这个 这个 革命委员会的一个成员 啊 在1848年的战争以后 他还投票 要把这个 拿破仑所树立的 这个穆多旺座 穆多旺座 把他推倒 后来这个事情后来 被法国认为 他是Tresor 是一个 呃 对国家来说是个叛徒 那个库尔贝 后来克死他乡 也是这个原因 那么这个 大卫 作为法国这么大的一个画家 他也是站到了革命的这一边 大卫的 在 革命期间 他是有两段 第一段是参加了这个 罗伯斯皮尔 罗伯斯皮尔 这个 雅各兵党 非常积极 他不是说一般的 就是因为 革命党人起来说话话 你就要跟着一起画 他不是的 他还非常积极的参与了很多的策划 很多的活动 那么在这个时候 他画了一些革命的题材 不过他这些革命题材的话呢 我现在看起来倒真是有点像我们搞政治运动的时候的话 也就是轰轰烈烈的群众场面 但是缺乏他以前画的那种 霍拉修的誓言啊 或者是等等的那种 那种经典的东西 因为他召集了 那场面 比方说他有一个叫做这个 棒球场的 这个誓言 就是这些 罗伯斯皮尔带着革命党 在一个很大的一个 室内的一个 一个棒球馆里面 宣示革命 他这个 那张画呢就是 整个感觉非常的草率 就是这张画 并且采取一个中央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主题 我们等一下可以看见这张画 那张画呢就是 当中站的罗伯斯皮尔 然后旁边都是革命党人 都伸着手 那种革命的这个 这个样子 这张画呢就非常的 具有宣传画的感觉 但是他不是一张 很好的构图的作品 也不是一张 很深入的作品 也能反映在他当时呢 他实在没有什么时间 去细心的去画这种大场面的 因为他整天里有做革命的决定啊 等等 他们做的一个决定呢 倒真是把他自己的老家产了 就是在1793年 革命委员会就通过 就把法兰西 绘画和雕塑员 把他关掉了 那我们知道这个 绘画雕塑院是成立在 1648年 那么到了 他这个1793年 就给他关掉了 而这个 同意或者签署命令 所关掉他 虽然是罗伯斯皮尔 但是其中这个 大卫起了重要的作用 因为他本身是这个 里面的成员 便是里面的中间分子 他就把这个关掉了 关掉了以后 当然那就那些画家也没有 没有自己的作品了 那个也没有地方卖画了 他自己呢也就是依附于 这个法国大革命以后的这个政权了 这是有一段 所以在这个阶段 他画了一张真的好的画 就是他的一个战友 马拉被一个女刺客刺死 就画了这个 马拉之死 那张画是充满了一种哀悼 我到罗浮宫去看那张画的 感觉那张画 他有一种好像 好像忧伤的感觉 就是那个马拉很沉浸 坐在浴盆里面 拿着一支笔 给这个女刺客刺了一刀 这个伤口很小 画的是这么一个场面 他不像是画一个被刺死的人 或者遇死的人 而更像是对一个大的事件的一种哀伤 这个可能是我敏感的 但是我看这张画 我是有这个感觉的 那么这张画画完没多久 这个拿破仑领导炮兵 就平息了这个法国的 这个第一次大革命 就是1789年的 到1993年94年的这盘革命 那就平叛了 平叛了 然后拿破仑以平叛的名义 那么就组织了自己的军队 然后呢席卷这个革命军 然后呢拿破仑呢就上台了 到了1804年 拿破仑就登基了 就当了皇帝 也就是法兰西第一帝国 拿破仑当了Emperor 这个时候 David处在一种 非常奇怪的状态 因为他是个革命党人 他变成是前革命党人 那就用我们的俗语来说 那就是第一代革命者 他参加了整个革命 从1786年 他就在革命里面 他闹得挺火的 并且他下命令 关闭了这个皇家美术宣 现在拿破仑上台了 把皇家美术宣又开了 那你这个前缘闹怎么办呢 他倒是有办法 现在有一点就是 我看他的书信 看他的笔记到真没有 他好像说是投机取巧 要这个保护自己 他倒真没有这个事情 他更多的是一种 他觉得拿破仑带来的是 一个新的法国的政权 是一种真心实意的 觉得拿破仑 做了一些对的事情 拿破仑当然是非常喜欢 这个大卫 觉得你画的这么好 如果你帮我画 那我就 那就不得了了 那就让他画画 大家知道拿破仑没有住在这个罗浮宫 也没有住在凡尔赛宫 因为凡尔赛宫和罗浮宫是 伯宝王朝的这个宫殿 特别是这个凡尔赛宫 凡尔赛宫是路易十四所建的宫殿 那么路易十六也曾经在凡尔赛宫住过 这个路易十六呢最后呢就被 这个大卫 这个被这些雅各宾党呢 就送上了断头台 把他杀了 所以拿破仑也觉得 他作为一个新型的帝王 他没有必要住在这个宫 所以拿破仑呢 他就主要住在凡尔赛宫的 靠南部一点的一个小一小的宫殿 那个宫殿呢 其实很值得去 那个宫叫丰丹布鲁 就是我们所谓的丰丹白鹿宫 所以呢我们说去法国去看 这个法国的这个宫殿建筑的话呢 除了凡尔赛宫呢 应该看看丰丹白鹿宫 丰丹白鹿宫是 他和凡尔赛宫不同 凡尔赛宫是巴罗克的宫殿 非常的绚丽 非常的典雅 而丰丹白鹿宫呢 是新古典主义的作品 是非常帝王 是非常理性的那种宫殿 我去法国的朋友 一多半都没有去看丰丹白鹿宫 并且呢到丰丹白鹿宫 很多人都顾着去看 其他的那些画家的地方啊 就没有注意看这个 拿破仑的风格 你看所有的那个 家具啊什么东西 就用那种暗蓝色的 纺织品上面 用金色的丝绸 这就是典型的帝王风格 这是皇帝的一个感觉 因为以前的那些皇帝 对拿破仑说 那就是小菜一碟 他是imperial 他用的是地 这个地就是罗马时期叫出来的 原来的那些都是king 他是emperial 就是叫这个叫法 那么这个 达维特呢 就非常喜欢 那就为他服务 那就给他画画 他画了两张 我起码说有两张非常重要的作品 三张吧 一张作品呢 就是画这个拿破仑的加冕 那其实就是拿破仑给他的太太 这个岳舍芬去加冕 那张画无论从构图的严谨 人物的众多光线的组织 个人情绪的表达 都是在新古典主义时期的登峰造极之作 也就是19世纪的欧洲绘画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非常重要 这张作品呢 特别是画拿破仑 没有让这个叫皇给他的夫人 岳瑟芬去加冕这个皇冠 而是自己拿了皇冠 直接盖到皇后的头上去 这个表现出那种拿破仑的当帝王的刚愎之用 并且这里最巧妙的是教皇坐在椅子上 陷于一种非常尴尬的状态 这张画上有拿破仑的这个家里的人 也有这个岳舍芬家里的人 甚至大卫把自己画在这个人群里面 这张画很值得一看 这张画呢 如果你到这个罗浮宫去看 你是不会漏掉的 因为这张画特别大 可以细细看看 这张画无论从技法 从各个方面 他都达到了很成熟的这个地步 那么当然第二张画 就是我们一般人都叫做 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 其实这个名字不对 拿破仑骑在一匹熊马上面 在一个山上奔腾 这个山叫做 圣伯纳德关口 这张画叫做 拿破仑翻越圣伯纳德关口 的确是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关口 但是那个不叫翻越阿尔卑斯山 我们知道后来有一张画叫做 翻越阿尔卑斯山是苏里科夫画的 是画的这个俄罗斯的将领 翻越阿尔卑斯山 那倒真正叫翻越阿尔卑斯山 所以不要把名字搞错了 这张画辉煌 这个绚丽 后来呢被法国的大名牌公司 好像是Gucci 拿来做他的广告 所以在Gucci里面可以看见 这张大的油画 我忘记是Gucci呢 还是这个Coco Chanel 反正就是差不多 用帝王风格来做宣传 这是他的重要的作品 对于这么重要的一个 新古典主义画家来说呢 他还画了一张非常好的作品 就是月色芬的肖像 月色芬睡在一个古典希腊的 一个睡他上的肖像 技法就达到了非常好的 我们说到那个时期 整个十九世纪 能够在这个技法上 达到这种精细 又不做作的这种水准的人 就一个是David 就是大卫 一个就是他后来的那个叫Anger 也就是法兰西皇家艺术学院的 Anger当然的东西更加女性 更加唯美 但是大卫特里面他有一种刚性 因为他是革命者 又是拿破仑党人 他是三朝元老都不败 那么这个David当然就很不错了 也有很好的待遇 我们现在想想啊 这艺术家在这个运动里面呢 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话 就是墙头草了 就是说路易十六的时候 你帮路易十六画画 还在罗马学院去读书 回来以后得奖 画了那么多画 路易十六买了你这么多画 革命一来 你就跑去签字要把路易十六两夫妇去杀头 然后路易十六垮了以后 你又支持去杀 这个 这个 支持革命党 革命党垮了以后 你又去支持 镇压革命党的拿破仑 这个每一朝都吃得开 每一朝都卖得好 变成了法国 这个艺术的一个态度 其实如果抛弃了这个人 可能真是有些理想主义的 这种东西 我看这个机遇性不大 我觉得这个人挺投机的 这个David 你看他的那个模样呢 就看到的肖像呢 我们这里有张照片 大家可以看看 就是David的肖像 样子长得也就是 就是不好 我有时候说这个人呢 是可以冒相的 有些人看起来就是 很猥琐的样子 这个David长得有点猥琐 个子小 嘴上没胡子 加上那个怪怪的模样 所以这个人呢 在艺术上的地位很高 但是在这个历史上面 很多人对他的评价 都是颇有为辞 他自己呢 也觉得很没劲 那么拿破仑在华铁卢大败 这个1815年 大败这个英国的公爵 惠林顿带了这个盟军 就把他打败了 这个华铁卢在比利时 把他打败了以后 这个拿破仑呢 就给他放到无限远的一个岛 就圣海伦拿岛 这个圣海伦拿岛 在南非旁边 那个岛远的不得了 好像是上个礼拜 才通的飞机 是可以飞到那个岛上去 历史上第一次 从南非转机 这个比勒陀利亚 在比勒陀利亚转一次机 再飞过去 每个礼拜一班 60个人可以去 从此以外 没地方没办法去 游船也就停了 那么流放到那里去以后 这个大卫就失去了这个依靠 没有依靠 他就很难过日子 所以大卫后来 搞得有点想上家之犬 不过我现在看来 也就活该 虽然他流向了很多的好的作品 但是他的命运上面 让他有教训 就是你不能这个做人 做得这么奇强 我们这个时候就讲到了 一个艺术家的 他的自己的立场 我倒不认为 这个艺术家应该在哪个立场 在古典的艺术家你说 支持这个波邦王朝的艺术家 也不一定是坏人 支持革命的 他也不是坏人 支持拿破仑的 也不是坏人 因为历史已经过去了 很难用正确和是非 来去判断 但是你每一个政权 你都支持的话 这就有点毛病了 我就觉得这个大卫 他的确是有一个 政治立场的问题 当然现在过去 已经两百年了 他1824年左右 在克死他乡死在比利时 后来也没有把他的 尸首运回来 就让他死在那个地方 那个当然呢 这个大家现在在评断 因为太久了 大家说不好评断 正对 但是从我来说 心里听见他的时候 还是有阴影 当然他的结束 学院派就剩下一个尾声 那就是安格尔 那就是我们下一个 会讲到的一个艺术家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